韓國瑜本來就比較熱情,那他會跟人家擁抱這是理所當然的 情理之中,但是擁抱不代表投票,所以是不是他們黃國昌跟民眾黨會投給韓國瑜,這還未定之天,還不曉得 那擁抱只是個禮貌 謝謝 你送柯文哲的東西裡面,他最晚還給你的是那一件黃袍的 對 所以你覺得他最晚有參過的感覺嗎? 有,因為我聞起來有淡淡的柯位 大概因為一般送禮給市長,他們禮貌上當天或者隔天,他就會送回 那只有這一套龍袍,我送去之後,那過了十天,柯文哲才把它還給我 那我知道,那這樣我送他這一套龍袍,就有達到,我希望達到的這個醫療效果 就是對他做一個心理治療,我想他可能在他的市長室裡面有個小閣樓,或者帶回他家裡,可能他晚上都是有穿著 那有達到心理治療的效果,這就很好了 心理治療有見教嗎? 那一陣子,他穿了以後,我發現他就比較不常在斥責他的一些幕僚 就比較不會,他常常動不動說症,或什麼他自貧庸症,這個就沒有了 因為穿了大概對他,這個真的有產生一些效果 那之後你進來之後,如果是面對韓國瑜的話,你會想要有什麼禮物,或是有什麼來面對他嗎? 不會啦,因為說實話,韓國瑜過去我強烈的批評他,強烈的質詢他 是因為當時我是台北市議員嘛,那當時韓國瑜是北農的總經理 那基於職責,我當然要強烈的監督他 尤其當時韓國瑜的一些理念看法都跟柯文哲市長一模一樣 他們都是主張說,政府各外圍的單位都應該以盈利為最優先的目標 那這個看法跟我不太一樣,我認為政府,不管是政府本身,或者外圍的機構 那麼都有他一定的成立的必要跟宗旨,有一定的神聖任務嘛 比方說北農就應該維持市場的機制,當好裁判的角色,那麼讓菜蟲、果蟲不能在北農在市場裡面生存 來影響我們消費者所享用到的蔬果的價格,這樣才對嘛 但是那一切以盈利為目標的時候,北農賺了錢啊,但是破壞了市場旗幟 那菜蟲、果蟲、橫行這是不行的 所以我當初有跟他舉個例,我說如果你跟柯文哲的想法,一切都是以盈利為目標的話 那警察局下的班,也可以開保全公司囉 喔,公務局下的班,也可以開建設公司營造場囉 那教育局下的班,也可以開安親班囉 那一切以盈利為目標的話,那設政府幹什麼呢 所以這是當初我強烈質詢他的原因,當然他有他的看法 那我們這麼多年來,那也互相尊重 所以我想不會啦,我們會主要都各自,要為各自的支持者選民來複贈 所以不會有什麼其他判格的現象 有,說實在我沒有很仔細聽啦 因為我那時候在看很多,因為那個我又回來嘛 那十幾年的,所以很多資料我重新又在,黨灘有提供很多資料給我們 所以我剛剛在裡面詳讀,所以我沒有很仔細聽到賴副總統的說話 不過大概就是要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而且這個已經2月1號開始,就要開始為國家為選民做事這樣 對 抱歉,我等一下問一下 好像 你的手機已經換成iPhone15了 對,黃偉翰送我的 已經換好了 換好了 可以給大家秀一下,你的螢幕沒有裂痕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使用這個問題嗎 沒有,很好用耶 這個真的很好用 就這個啊 很好用 黃偉翰很好啊 他還送給我一個套子 五顆 對,這是外殼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去 很好用 很好用 謝謝 我也知道怎麼加Line 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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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